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 竟是高手惊心不下的剧 你相信天上掉下个好妹妹了 你相信一夜暴富了 今天这起案件就一次性全都给你 凶手心思之缜密 策划之周全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若不是警方追求真理的决心 恐怕这也将变成一级高智商完美犯罪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 2013年3月9日 地点西安市白化林小区 60岁的房东夏大妈到租房去收租 打开房门的一刹呢 夏大妈瞬间被吓成了夏大姐 只见一具女尸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 来不及害怕的夏大妈立刻摇人 警方接警后 闪现赶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整个卧室被翻得乱七八糟 衣物被丢得满地都是 女死者下身赤条 面部被胶带缠绕 双手被捆于身后 现场未见有价值的钱财 手机等物 警方在床上提取到男性蝌蚪痕迹 在客厅垃圾桶里找到两枚烟屁股 卧室和客厅的台历 均翻到2013年1月这一夜 房间里还找到几张1月9日的购物小票 另外还有一张照相管的1月10日曲片平条 如果照片没取 这说明死者已经死亡两个月 也为案发楼层又高又凉 尸体并没有生去 警方初步判断 本案即有可能是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 死者20来岁 身高1米65 面部已经没变 五官柔成一团 无法分辨相貌 幸好下大妈跟女租客签了租房协议 留了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 根据信息 警方了解到女租客名叫和曼曼 安徽人 为了尽快确定死者身份 警方采集了和曼曼父母的DNA与死者 DNA进行比对 结果显示 死者正是和曼曼 与此同时 警方到向管里取了死者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正是租客和曼曼 这也许就是和曼曼留在人世间最后一张照片了吧 另一边 法医通过尸检证实 女死者生前做过面部整形 龙过胸 案发现场垃圾桶里的烟屁股经DNA检验 是死者生前抽过的 这证明死者生前是个烟民 另外警方还查询到死者生前有过多次开房记录 因此警方判断 死者和曼曼生前 极有可能从事管道疏通工作 和曼曼的父母对女儿的职业一无所知 但那张1月9号的照片是父母要求和曼曼照的 准备拿去相亲用 经过案发现场复刊 侦察员发现床头柜旁边一个掉落的闹钟 这是一个上电池的闹钟 但后盖和电池已经分离 侦察员推断极有可能发生了打斗 这是闹钟被打翻在地 闹钟指针指向 3点12分 那究竟是下午还是凌晨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经调查走访 上下左右邻居都没有听到死者房间有异常声响 因为物业在案发时间段并没有安装监控 警方无法查到案发时间是否有男人进出死者房间 很快 侦察员在卫生间的垃圾袋里又发现了一个打结的安全帽 经法医检测 卫生间安全帽和死者床上提取到的蝌蚪痕迹属于同一男子所有 另外 侦察员在案发现场的台历上发现了一个手写的电话号码 经调查 此人名叫段刚 1981年出生 西安人 已婚且有一个儿子 那么段刚跟本案有何关联 警方迅速将段刚列为了重点协议人 据调查 段刚有稳定工作 有房有车 但收入水平非常一般 对于何慢慢的 此他感到非常震惊 据段刚回忆 他与何慢慢相识纯粹是一个意外 那是在2012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他正开着车在大街上行驶 突然一个年轻女子向他招手拦车 他见女子年轻漂亮又孤身一人 就让他上了车 在车上女子说他叫何盈盈 送他去机场就给他300块钱 段刚心想 这大半夜的运气真好 见个大美女不说 还赚了300块 于是立马照办了 并且顺势留下了何盈盈的电话号码 很快 何盈盈就三天两头找段刚玩耍 一来二去 两人就打起了扑克 那么案发现场发现的两处蝌蚪痕迹 是不是这个段刚的呢 经法一比对还真是这个段刚的 段刚承认 他确实在1月9号 与何盈盈打了两局扑克 完事之后 提上裤子就走了 走前时间正好是下午三点多 开车离开和盈盈的住处以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然而这个段刚执承认 跟何盈盈打过扑克 却不肯承认和盈盈的死跟他有关 那段刚车里的交代纸和绳子 跟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 他又作何解释 看到这里 相信宝子们也会感觉 既然所有现场证据都指向这个段刚 他不是凶手才闯了鬼了 事实真是这样了 另一边 随着对案发现场的反复勘查和研判 警方发现这个案发现场有三大怪 第一怪 现场连一个指纹和足迹都没找到 连死者本人的都没有 显然这个凶手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 作案后将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非常之狡猾 第二怪 与狡猾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啥都处理干净了 凶手偏偏留下了非常显眼的蝌蚪痕迹 厕所的安全帽居然还特意打个结 好像生怕时间长了保存不好一样 第三怪 床头的闹钟电池分离 为何是电池掉落在不同平面 一喝在地上 一喝在抽屉里 这显然不科学 还有台力上所留明显的电话号码 感觉凶手是在刻意引导警方的办案方向 还有这个段刚 杀了人还将作案用的绳子交代留在车里显眼位置 难道他就是个大傻子 所有的反常 只能说明一点 段刚不是杀人凶手 那凶手又会是谁呢 是谁躲在暗处当导演呢 另外 尸检表明 死者身上一处抓伤和打斗痕迹都没有 捆绑也是死后所为 加上凶手刻意将侦察方向引向断纲 这都证明 这个凶手极有可能与死者相熟 那凶手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经过警方反复研判 确定了凶手要么是前科人员 与警方有过招的经历 要么就经常看探案故事 隐藏在评论区当中 经过三天的走访调查 负责外围的侦察员终于找到了死者生前的工作室 工作人员告诉侦察员和漫漫没干多久就离开了 走的时候是一个男的开着崭新的奥迪去欺来接的 那男的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但是谁 车牌号是多少他都不清楚 他来必须得找到这个开新款奥迪Q7的男子 经过对4S店及车馆所的走访 警方锁定了半年来20多位买新款Q7的车主 经调查 其中一位Q7车主就经常出没在断纲架附近 而且还经常和一名女青年在一家饭馆里吃饭 最终调查结果 让侦察员心里咯噔一下 为一个之前有钱客的之前和公安机关也打过交道 符合我们之前对嫌疑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刻画里边 他有钱客了解公安的一些工作流程 这家伙叫张强1973年生人在一家国企工作 1994年曾因坚守自盗和贪污被判采了九年缝纫纪 出来以后又干起了积电生意 如今个人年收入已过百万 张强的形象跟警方描绘的嫌疑人形象极其吻合 与此同时 随着外围调查的深入 警方查到何慢慢死前一个月 他的银行卡里突然存进去 四万多 按道理一个足疗妹不可能一个月能挣这么多 这笔钱跟张强是否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条相当有价值的信息被扒了出来 原来段刚亲妹妹段丽的男友正是这个张强 嘿 这就有意思了 看来这个段丽一定知道一些内幕 警方迅速找到段丽了解情况 段丽说张强比他大14岁 是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 还是他的老板 段丽大学毕业后到张强公司上班 张强在一年前开始追求他 他跟我说的是他老婆去世了 段丽从小缺乏父爱 眼前突然蹦出一个成熟能干又有钱的男人对自己好 他很快就沦陷了 张强出手也是相当阔气 直接花40万买一套房送给段丽一表新意 但家里人却不同意段丽跟张强交往 我们家庭住中的不是说是经济有多么好多么好 首先第一点是人品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也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的话 这块年龄大 然后结果和这块 我们暂时甚至不考虑 段刚让妹妹段丽辞职 以此摆脱张强的纠缠 没想到辞职在家的段丽 还是跟张强暗中来往 气急败坏的段刚就教训了妹妹 看来段刚阻挠张强与段丽交往 让张强心生怨恨 那这跟和漫漫被杀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张强与警方有过交手 侦察员不敢掉以轻心 必须把这个张强摸得一清二楚了之后 才能动手 经过对张强的暗中调查 警方发现 案发后的张强行为变得有些异常 经常在段刚家附近 向段刚的妹妹打听段刚的去向 有时候会问到 就是在家里 问我哥回来了没 或者是家里的人都在干什么 他一直在打听 这不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吗 这张强一定跟本案脱不了关系 甚至他就是躲在幕后的导演 警方随即决定对张强实施抓捕 到案后的张强 俨然就是一副 鸭子死了嘴和硬的姿态 打死不承认认识死者和漫漫 还一再表示自己早已改过自新 如今已是成功的企业家 犯不着作奸反割 至于如何看待女友段丽的哥哥段刚 他这样说 而当警方问到段刚时 段刚说他也没见过张强 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虽没见过 但就觉得张强不靠谱 到案后的张强 一直不肯开口交代 主要还是因为警方并没有实质证据 然而他没能挺到最后 负责外围调查的侦察员 在张强的办公室里找到一部手机 里面就有张强跟和漫漫的通话记录 这就是激化张强谎言的有利证据 百般抵赖的张强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段刚反对自己的妹妹跟张强交往 这让张强心生怨恨 段刚教训段立的那一次 点燃了张强对段刚复仇之火 张强决定设一个借刀杀人的局 于是倒霉的和漫漫成了牺牲品 2012年11月底张强结识了自称 任方的和漫漫并交给他一个任务 给这个任方 挡车瘦的时候 是要想干啥 确实 确实的 我去勾引他 任方为啥就要情感情愿去 听你做这件事情 钱吗 给钱 再给钱 多少钱 你给他炸出来 你哥 立北给五千块钱 张强说勾引段刚必须得辞职专门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得用手机拍下视频 留下证据 事成之后 得十五万酬劳 先给三万作为顶金 干啥不是干 和漫漫接下了张强的任务 于是就有了开头 段刚在女孩上机场的情节 每一次 和漫漫主动发短信 叫段刚过来打扑克 都是在张强的授意下进行的 段刚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没成讲 自己却一步步落入垢中 2013年1月9日下午三点半 段刚宇和漫漫打完扑克离开以后 和漫漫在家等着张强的好处送上门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个要命的恶魔 等等 你以为张强说的这句话是个大实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和漫漫的死早就在张强的计划当中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 段刚车里的胶带和绳子正是张强要求 和漫漫买来放里面的车里放一部分 和漫漫的出租屋留一部分 第二 案发现场的那个闹钟也是张强要求买的 为的就是伪造一个作案事件 他设计案件以后包括他放就是现场的一些证据指向 他都是知道你现在是重证据好 你要的证据这边都有 但是他没有想到公安机关在索取证据的时候 同时对证据的这些可信度证据的真实程度 我们也是会进行仔细的来分析 案件真相大白以后 警方对张强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 经调查得知张强有妻子有孩子 妻子也根本没有去世 除了段隶以外 他还同时交往了好几个女人 买房送女友也只是取得信任的机操 张强的事业做的确实很成功 正因短期爆发 他极端膨胀 子妇对阻碍自己玩弄感情的人 他都恨不得拾起肉禽脊皮 警察叔叔是这样评价张强的 嫌疑人在整个这个过程显露出来的 他个人的这一种自负自私 心里无情冷酷无情 心里是特别强 晚安 晚安元宝们